週一上午8點 南海上的熱地壓增強為第六號颱風 移動速度快距離台灣近 緊接上午10點半還入境啟發 首先會納入路上警戒區的範圍 主要是以澎湖地區為主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上半天 是颱風最為靠近我們的時候 明天下午它逐漸進入福建的陸地之後 就會慢慢的減落跟遠離 第六號颱風是今年第一個 發布入境的颱風 10號上半天外圍環流影響 中南部台東地區有雨 到了午後雖然路徑向偏西 但隨著距離台灣越來越近 影響範圍擴大到北部東北部 有大雨甚至局部好雨 中南部東南部持續好雨 不過11號上午第六號颱風 就會登陸大陸福建外圍環流 持續影響台灣到週三 以前整體的海氣環境條件評估來說 短期內它可能有略為增強的機率 不過進入台灣海峽之後 大概強度就會持平或者是稍微減弱 整體來說影響台灣的期間 是以輕度颱風的機率最高 第六號颱風除了雨勢 風力也不容小覷 週一下午到週二上午 雲林以南 橫川半島 吉隆北海岸 東北部沿海 以及澎湖 金門 容易有9到10級強震風 到了週二下半天 馬祖也會出現9到10級強震風 不過目前各國預測路徑分歧 甚至不少國家認為 六號颱風會偏東侵襲台灣 提醒民眾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有家店 林恩如 台北報導